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唱下去 刚才说到我们的灵要 要醒过来 而且是活的 因为我们这位伟大的神 为我们成就了大事 刚才特别提到 不仅仅他have done 而且他will do 现在he is doing great things 过去做未来做 现在正在做 我们希望今天早晨 主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今天是十二月 是我们赞美月的第一个礼拜 每次碰到赞美月的时候 心里面就想着 哎呀 一年又要过去了 2021年要过去了 弟兄姊妹 这365天里面 有多少天 我们自己觉得 过得非常有意义 一定被神悦纳的 或者说有多少的经历 我们觉得帮助了我生命的长进 帮助我跟神的关系不一样 到底我个人回想这一年 什么地方是我最明显的成长 这个成长给我周围的人带来的祝福 一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在人类里面走入了历史 但是对你我来说 我们怎么过了这一年 有一天还要去跟主交仗的 所以希望我们实在 像圣经上说的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我们在主的面前 好好地认真追求长进 两个礼拜以前 我讲到一个最智慧的数算 讲到怎么样子 在神的天平上面过生活 那时候我提到的三个天平 一个是神的旨意 一个是基督自己 第三个是神给我们 这么丰富的恩典 那每一次当我们 被放在这个天平上的时候 常常就显出了我们的亏欠 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没有活在神的旨意中 放在这个基督的天平上 哎呀我们也觉得亏欠 很多时候太不像耶稣了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言行 我们对人的态度 我们生活的方式 太不像耶稣了 而第三个天平 是神丰富恩典的天平 明明神给我们的恩典 这么多 但我们常常领受的 只有这么少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很辛苦 好累哦 担子太重了 压力太重了 困难太大了 但是圣经上说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 神的恩典超过我们 所求所想的 所以我们说要不甘心 自己觉得恩典不够用 所以每个人 我们必须在这种状态 或至少在意识 我没有满意 我没有满意 这恩典够我 在信心里 自取神的应许 这是神给我们的 你说恩典够用 一定够用 如果圣灵把我提起来 远远超过我的环境 这是三个秤 天平 今天我要讲三件衣服 那衣服 是一个人的生活和见证 是别人从我们身上 最容易注意到我们的 不然你们干嘛 常常买衣服 对不对 也是你希望别人 去注意到你的地方 希望人家注意你的 因为你借着衣服 你想表达你自己 像我就决定不会穿 牛仔裤上面 要挖的洞的 你送我 对不起 我也不穿 留给你穿 因为衣服也是一个人的表达 那今天早上我要讲 这个三件衣服 不是你自己去买的 是耶稣送你的 美国11月12月 都是人们彼此送礼物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回家 收到UPS 也是一个大箱子 你不知道你们是什么 你的心情是什么 会不会很兴奋 你不会觉得是打开一个炸弹 对不对 你收到特别上面 注明是谁送的 你里面充满的期望打开来 我今天就要告诉你 你今天收到一个箱子 耶稣寄来的 里面有三件衣服 希望我们今天 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看 所以我的主题叫做 脱下旧衣 穿上耶稣给我们的衣服 怎么好像没有很兴奋的样子 你也戴着口罩 我就假设你们很兴奋 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 因为正好衔接了我们在每月 诗篇150篇 我只节录了三节 我们中文读一遍 英文读一遍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他的圣所赞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穷仓赞美他 要因他大人的作为赞美他 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至少在这150篇里面 告诉我们几件事情 凡有气息的都要来赞美他 我想我不用问谁没有气息 请举手 所以这句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赞美 你不要以为赞美是 或是信主很多年 你只要有气息都该赞美 而且任何地方都可以赞美 不管是在圣所 在教会要赞美他 他说在他显能力的穷仓 也赞美他 换句话说 整个万有任何地方都要赞美他 人类登陆月球就在那里赞美他 第三个用任何的方式 他底下解释用各样各样的乐器 都来赞美他 第四个 这首诗歌更告诉了我们赞美的内容是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赞美持穷 他给我们点出了赞美神两个很重要的方向 一个是赞美神的所示 就是要赞美他极大的美德 一个是赞美他的所作 为了他大能的作为来赞美他 我个人很喜欢但以理书 因为但以理对神有这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不同的称呼 每一个点都讲出了他对这位神的认识 所以这个认识会让我们赞美神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人家要问你说 你所信的神是怎样的神 你怎么回答他 就说出我们对神的认识 我们会说他是爱我们的神 我们会说他是全人的神 我们会说他是很信实的神 我们会说他是宇宙为大的主宰至高的神 但以理论说他是根古常在者 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一位 所以每一个对他的认识都会让我们赞美他 同样的我们对神大能的作为 我们会来赞美他 所以诸天诉说神的荣耀 穷昌传扬他的手段 所以我想这不是我今天主题 我就是简单提一下赞美太重要了 刚才讲到称谢进入他的门 赞美进入他的愿 所以你很想亲近神吗 赞美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方法 把我们带到神的同在中 而且神非常喜悦听见我们的赞美 所以诗篇22篇说 他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或是翻译做居所 他本来就做宝座 但是他更喜欢神儿女们的赞美成为他的宝座 整个宇宙不够他住的 但是他却用我们的赞美作为他的居所 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 能够了解赞美对神对我们 都是何等重要的事情 而且赞美那个让我们向仇敌夸胜 很多的时候环境太大了太困难了 我们有时候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 尤其仇敌在这里攻击我们 说你的神到底在哪里 以前马丁路德在他非常非常软弱痛苦的时候 神恢复了他 所以后来他说 他说当我碰到难处的时候 他说我就祷告 他说当我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 我没有力量祷告的时候 他说我就赞美 因为圣经上说赞美让我们向仇敌夸胜 不光说我们赞美可以让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 不光只是消极地被救出来 而是积极地向仇敌夸胜 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操练 我讲这些话都是我们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都有这样子的经历的 当然你可以借着祷告 你可以借着别人的同情帮助 你可以借着各式各样的事情慢慢慢慢慢慢爬起来 但是赞美是让我们立刻起来 我信大家试试看 如果你没有尝过赞美的大能 一定要借着赞美乐好好来操练 很多时候不行的时候就开口说 主我谢谢你 我赞美你的内住 我赞美你永远不改变 我赞美你永远爱我 当你这样赞美的时候 你发现你这个人就起来了 不是我讲的话有能力 而是我平信心的赞美 圣灵就把我们照着祂的应许提起来了 所以你如果觉得持穷不知道怎么赞美的话 你可以借着诗篇 借着我们很多赞美的诗歌 借着平常生活里面开始操练 感恩容易很多 因为你只要数算主的恩典 一一的数 你会有感恩的内容 对不对 但是赞美是超越感恩的 它比感恩不容易 就像耶稣母曾经说过 你对神赞美有多少 就根据于你对神的认识有多深 所以当我们要赞美神的时候 常常不知道讲什么 就说主啊我赞美你 主啊赞美你 讲来讲去还是主啊我赞美你 我不知道怎么赞美你 赞美你就是了 你们哪一个老婆会满意老公讲这句话 你希望他心灵和诚实 对不对 你希望是他真诚的嘛 如果一个孩子对你 每天只是谢谢你送他的东西 哎呀我好喜欢这个东西太好了 如果你照了一张非常漂亮的照片 给人家看 人家说哇你的相机好棒啊 哇这个风景 这个东西好棒啊 难道忘了称赞你这个人 照相的技术和艺术 所以今天我们因为缺少了对神真认识 所以我们赞美不出来 所以我最后再讲一个点就结束了 为什么赞美持穷呢 不是讲才结束 这个点结束 为什么赞美持穷呢 因为赞美没有对象 感恩的对象可能很多是我们经历的恩典 经历的事情 但是赞美只有一个对象就是神自己 如果我们真正赞美之前 调选定音知道我是来到至高神的面前 向那位爱我的神来赞美 话自然就会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到第一件衣服 要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 以赞亚书61章1到3节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谦卑的人 拆遣我衣好伤心的人 报告被掳得得释放 被求得出监牢 第三节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油代替悲哀 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 这个忧伤的灵 或是也可以翻中沉重的灵 Heavish The Spirit of Heaviness Isaiah chapter 61 verse 1 through 3 The Spirit of the Lord God is upon me Because the Lord has anointed me To preach good tidings to the poor He has sent me to heal the brokenhearted To proclaim liberty to the captives And the opening of the prison To those who are bound To console those who mourn in Zion To give them beauty for ashes The oil of joy for mourning The garment of praise For the Spirit of heaviness 弟兄姊妹 你不见得一定遭遇到什么打击 很悲哀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灵力很沉重 会不会 You're not under trials Or a great sorrow But a lot of time You feel the sense of heaviness In your heart You feel the sense of heaviness You find that I just can't find joy Joy doesn't bubble up You find that I just can't find joy You feel the sense of heaviness Joy doesn't bubble up We have such a wonderful time Of praise And seeing before the Lord You feel My heart is just calm I don't feel it I don't feel it My spirit 沉重 有一次达君跟我分享 他去那个 Grand Canyon 我来美国四十年了 到现在没去过Grand Canyon 遗憾 他说他们下到山谷的时候 那边有个sign 你要小心 就是下去 Going down is optional Going up is mandatory 下去是可以自己选择 要不要下 但是上来 你必须要上来 上我现在决定不敢下去 因为我下去上不来了 他说加起来大概十几个米尔 那我不可能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就任凭自己的情绪 任凭自己的灵 往下沉 我希望这个sign 也提醒我们 要不要 继续地沉下去 那个选择在我们身上 不要任凭自己的情绪 一直往下坠 一直往下坠 有时候坠到一个地步 你自己爬不上来的 所以不要 let go而已 要let go 来帮助我们 让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在我们的里面 这边 我们特别集中在第三节 他说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喜乐油代替悲哀 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 以赛亚说61章这段话 是主耶稣三十年之后 出来服事第一篇的信息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 他引用了这段圣经 在这里讲了三个替代 如果这里面符合了今天 你的情形 求主一定帮助我们 来经历这个替代 他说要赐华冠给西安悲哀的人 代替灰尘 请问这里一个冠冕 这里有一堆灰尘 你要哪一个 冠冠说到他尊贵 说到他的价值 灰尘说到他的无用 被人厌弃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的人生像灰尘一样 没有价值 没有人注意我们 没有人肯定我们 那就算你觉得 你活得很了不起 很有价值 但是如果没有神在其中 一样是灰尘 一样是灰尘 基督来要把这个悲哀 除去 因为他要把 最终贵的价值赐给我们 要用华冠代替灰尘 而有的悲哀 他用喜乐油来代替悲哀 他要用赞美衣来代替忧伤的灰尘 这都讲到基督来 他要来改变我们 基督为我们留学舍命 也释放了我们 然后看见神的儿女们 如果活得辛苦 活得悲哀 活得没有价值 他心里面真的不甘心 当他说成了的时候 就真的成了 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们 没有罪恶可以再来挟制我们 世界也不应该再来捆绑我们 没有什么基督都已经做成了 所以他今天要用赞美衣来代替我们忧伤的灵 这是耶稣送我们的第一件衣服 弥赛亚来到地上 他这么重要的祈祷 他不禁叫他被奴的德释放 受压制的德自由 他要在这里安慰我们 用赞美衣来代替忧伤的灵 有一个妇人 她的先生去世了 那个姊妹 她的先生去世了 她心情非常地低落 常常愁眉不展 非常地沮丧 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有一天 当这个姊妹从楼上下楼的时候 她的儿子注意到她妈妈完全不一样 那种愁苦 忧愁 沮丧 不见满脸安详 满脸喜乐 她儿子就问她妈妈说 怎么回事 妈妈你今天怎么不一样 妈妈说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她给我做了一个梦 我在一条黑暗的路上 往前走 很多人也在我旁边一起往前走 她整条路上充满了各式各样黑色大大小小的包袱 她说我们在这里走 走到就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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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走到最后我受不了 我整个人趴在地上没有力量走了 我突然感觉到主耶稣来到我的面前 主耶稣告诉我 说 女儿 你要把你一切的重担卸给我 在地上没有一个重担是我留给你们的 全是撒旦留给你们的 奥达达一听到这个的时候 有个说不出来的喜乐重担从她身上全部下去了 她说我被喜乐充满地醒过来 没有一个重担是主要给我们的 她说她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她来要用喜乐油代替悲哀 她要用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 喜乐油是祂高我们让我们喜乐 赞美衣是让我们借着赞美我们来支去祂给我们的喜乐 所以赞美不光是一个情感自然的流露 它也是一个意志的使用 所以黑夜的歌声或是神的仆人在夜间歌唱 这个歌声最美的 所以基督来不仅仅要让我们脱去这些负面的情绪 忧伤悲哀没有价值像灰尘一样的这种痛苦 祂要给我们一个更大的释放 让我们在每一天每一件的事情上都来经历 怎么样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所以我们现在进到第二段 在这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我们教会非常强调的信息 我相信旧的真理来说大家很熟了 我只要简单复习这个 但是关键就在于 我们怎么样子来操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在这里我们讲第二件衣服 这件衣服比第一件衣服更重要 在我讲脱去误会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袍之前 我先讲一下底下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的背景 我没有放在讲义上 但是我放在PowerPoint上面 就是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 请PowerPoint打出来 那天撒加利亚在异象的里面看见大祭司约书亚 他站在耶和华的面前 撒旦就站在他的右边控告他 勇子妹你能想象这件事吗 你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对头 你先不要想到你的对头是你的老板 或是你的邻居或是谁 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对头 他知道我们犯了多少的罪 你在别人面前可以隐藏得住 你在他面前他看得清清楚 他在神的面前控告大祭司约书亚 他不光控告 他的控告都是有实际根据的 所以圣经上让我们看见 这个大祭司身上穿着误会的衣服 表示他的生活他的行为 的确有很多地方经不起看的 然后神居然对撒旦说 撒旦啊 耶和华责备你 他说这不是我从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勇子妹一根柴在火里面 我们知道它的结局 对不对 如果没有神恩典大能的介入 把我们抽出来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的结局 要被稍微灰烬变得毫无价值 他的结局是命定的 今天这段经文不光是对约书亚合用 对你我都合用 对不对 我多少次在准备 真的觉得自己是神火中抽出来的财 从罪恶里面 从世界里面 从抽敌的网罗里面 从抽敌的攻击里面 都是神把我们给抽出来的 你们左边的那个图不太清楚 那你有一个房子熊熊大火 然后窗户上有一个小孩子 在楼上 所以那个火大到一个地步 别人没有办法进房子去救他 所以邻居几个大人在底下 然后彼此跌落汗 站在肩膀上 这样子从二楼把他给抱出来 这个小男孩才六岁 他被救出来了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约翰·威斯利 他被他被里面救出来 所以他后来找人把那幅画给画起来 就挂在他的书房 他一辈子那幅画提醒他 他是被神从火里抽出来的财 丢子妹可能在我们真正的经历里面 没有被从火里面救出来 从水里面救出来的这种经历 但是属灵上我相信我们都有的 我以前晓得的时候 第一次跟我哥哥们到安平的海滩 海边去游泳 他们拿了一个军用的救生 不是救生圈 就是一条的 叫我两个手 告着他就可以了 然后我说我脚举起来也可以吗 我一个哥哥说没问题 所以他们会游泳就跑下去游了 所以我那时大概才五六岁 我就抱着看他们 看看无聊了我就把两个脚一举 但是海边海浪都是活的海浪 我两个脚一举 我就咕咕就下去了 救生的棒子也不见了 我就掉到海里面又不会游泳 我们那个眷村淹死过很多小孩 靠近海边的一个眷村 这时候正好我哥哥 抬起头来换气 看到我跟动下去 把我给救回来了 这都是外面经历到 被从里面救出来 但是我们从罪恶里面 从世界的瑕疵 捆绑 我们那些可怕的天然的败坏里面 我们真的是被主救出来 不然我们这种败坏可怕的结局是一定的 然后我们再回到 张威斯里的这个照片 另外一张图是 他在一个城外 还是一个大教堂外面 公开布道 他不仅仅是卫里工会的创始人 他跟他的弟弟 还有 成为英国大复兴的主要人物 所以你看到他那里 他现在成为一个点火的人 他被神从火里救出来 他现在点燃了多少人心中 对神的爱火 圣火 盼望 所以神在这里说 把他误会的衣服脱掉 我们来读底下的经文 第三 三到五节 约书亚穿着误会的衣服 站在使者面前 使者吩咐 站在他面前的说 你们要脱去他误会的衣服 又对约书亚说 我使你离开罪孽 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 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 戴在他头上 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 戴在他头上 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 这里提到的三件事都很重要 我简单戴过去 第一个脱去误会的衣服 第二个穿上华美的衣服 第三个给他戴上洁净的冠冕 原来是这么肮脏的衣服 不要说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不住 在撒旦面前 给撒旦那么多控告我们的根据 在人的面前 其实我们也站立不住 所以在这里脱去旧的 脱去脏的 然后穿上华美的衣服 这里是讲到祭司的礼服 然后头上戴着这个洁净的冠冕 请放下一个 好 你看这个大祭司被神恢复了 大祭司冠冕上面写什么 记得吗 归耶和华为圣 所以弟兄姊妹 一方面说到我们消极伤 我们需要脱去我们误会的衣服 要换上华美的衣服 出埃及记二十八章 讲到祭司的礼服的时候 每一样东西都说到 基督荣美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不管我们个人需要被洁净 被神更新 神特别加上第三件事情 把冠冕戴上去 要提醒自己 提醒所有侍奉主的人 提醒所有的百姓 我们是归耶和华的一般人 所以当全地黑暗 全地堕落 全地败坏的时候 神家要活出 要归耶和华为圣的生活 底下 下一节经文 告诉我们 启示录第七章 让我们看见天上发生的事情 弟兄姊妹 启示录第七章 是在那里讲到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 发生的事情 一共有七个印 这是开第六个印的时候 我们没有时间去细看 第六章告诉我们 当第六印打开来的时候 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第七章告诉我们 第六印揭开的时候 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六章告诉我们 当第六印揭开的时候 地大震动 日头变黑 月亮变成红的像雪一样 而天上的星星坠落 地上的山岭跟海岛异味 我没有时间去多讲 然后那你讲到 不管是君王 是将军 是陈仔 是那些有钱的 任何人 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 他们想尽办法 钻到山洞里面去躲起来 来不及躲的 就是说 宁可希望 让山跟岩石把他们压住 他宁可被压死 不敢去面对神和羔羊的愤怒 那是那天地上要发生的 而且一定会发生的 但是我们来看看 天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在这里只读几节 他说 第九节 此后我观看见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得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 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众树枝 大声喊着说 愿救恩归给 做宝座的 我们的神 也归给羔羊 你继续读下去的话 那十四节说到 这些人都是用羔羊的血 把衣裳洗洁白了 所以弟兄姊妹 第二件衣服 就是羔羊所赐的 衣袍 让我们能够 身穿白袍也好 或是祭司华美的礼服也好 让我们可以 重新势力在神的面前 所以刚刚读了 地上的事 天上的事 这个真的叫天狼之别 而且应该 超过天狼之别 所能形容的 不用准备 不要想着 只是将来要发生的事而已 这是我们今天 这些人 既然从手底的手中 被救出来的人 他说我们可以 终生坦然无惧地 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 没有这个白袍 我们怎么有资格 来侍奉神 怎么有资格 站在这里唱诗 我怎么有资格 站在这里讲道 我们怎么有资格 祷告 怎么有资格 来到诗人的宝座前 第二件衣服太宝贵了 阿爸们 感谢主 所以传道书 有一句话 我们一直很喜欢 祷告会也引用了好几次了 第九章第八节 它说 你的衣服要时常洁白 你的头上不可缺少膏油 希望这句话 常常提醒我们 而且要注意圣经讲这些话 都是有讲究的 它有先后的顺序的 一伤要洁白 头上才会有膏油 你误会的衣服 没有脱去 没有换上基督给的衣袍 圣灵不会高我们 我们希望读经有膏油 祷告有膏油 唱诗有膏油 聚会有膏油 弟兄姊妹 我们要先在主的面前 常常披上 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件衣袍 第三个讲到 披带基督 这个不光讲到 我们个人被洁净 个人跟神的关系被恢复 讲到我们个人也好 教会也好 应该让人看见的 披在我们身上的 是耶稣基督 这两节经文 我们读过去就好了 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 他说 你们已经脱去旧人 和旧人的行为 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 渐渐更新 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所以不是去买一件衣服 上面写的基督 就是披带基督 而是我们不断地经历被他改变改变 让我们向主 以弗所说第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也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最后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 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带基督了 所以这件衣服 不光讲到我们被洁净的一个白袍 我们也真的就是披带基督自己 我们身上有太多太多 救灶生命的痕迹 到今天都还在的 圣灵光照了我们就脱去 脱去 虽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洗澡 但是每天都会换衣服 对不对 当你每次脱衣服的时候提醒自己 我们什么要脱掉 一起脱 前两天学到一个叫做螃蟹定律 你们听过没有 它这个螃蟹定律是说 如果你只抓到一只螃蟹 它从篓子里面要爬出来 它可以爬得出来的 但是如果你抓着两三只 或是一堆的螃蟹的话 有人想爬出来 其他人就把它拉下来 你想自由 门都没有 你想离开我们 没有的事 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 这种救灶生命的本性 其实整个救灶都是这样子的自我 所以圣灵光照我们就拖 圣灵光照就拖 我们生命就是这样改变过来的 所以我们前一阵子看到 我们在非洲的一个博训学院的见证 我那边蛮感动的 一个姊妹 一个妈妈 她说她八岁的女儿 有一天跟她讲 她说妈妈 我有一个心愿 她有一个 desire 有一个 wish 我希望我将来长大了 也能够加入博训 来学习 她妈妈问她说 为什么 她就觉得她妈妈上了博训 她妈妈在博训里面 这个人不一样 你不见得要加入博训才会改变 你只要跟换机脱销球人 穿上新人 我们都会吸引我们周围的人 所以希望弟兄姊妹 这三件衣服 希望成为今年2021年结束的时候 我们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所有忧伤的灵 所有这种消极负面的 让我们都让赞美的灵 来取代 然后我们每一天 借着更衣也提醒我们 衣裳要洁白 脱下误会的衣服 任何误会被神光照 脱掉它 用羔羊的宝血 把衣裳洗得洁白 然后头上也不缺少羔油 然后披戴基督 势力在神的面前 不仅荣耀神 也能够让周围的人 受到吸引 愿意来信耶稣 我们唱28首 这首诗歌是金金道尔夫做的 但是正好就是 John Wesley把它翻成英文 就是那个被从火里面 抽出来的财 为我们翻译的 这首诗歌已经280年了 你们那些喜欢唱新诗的人 对不起 我带你唱一首新诗 280年前的新诗 可能很多人没唱过 所以都叫新诗 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正好我们一起来 拨饼纪念它 我们站起来唱 拜承一下 theancov 復典的树是我的意 我的美丽 我的轻意 在宝座街无耻神中 我仍爱草万乐不长 天地道去我已道去 我追于我我此与君 伴大日我反战云 谁能同好处所诚意 那见爱也永远不变 在那心潮无穷时间 谁也不能待其眉眼 基督爱也永远新鲜 天地道好处决你荣耀 我们人要以你指教 我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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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阿神我们都可以在祂宝座面前脱下这个误会的衣服 脱下这些忧伤的灵 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 穿上这件白衣 让我们一起来赞美它 好 我们一起有些祷告 我们一起有些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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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find the words I can't find the words But Lord Jesus we thank you We praise you That we are reminded today once again As we come and approach this table this morning Oh Lord what is displayed here this morning Oh Lord the wonderful gift that you've given To every child of God Oh Lord you cleansed us Oh Lord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Washed us Washed your church There is no condemnation today Oh Lord we pray that as we begin to praise today That our praisers would drown out every noise We would drown out oh Lord every unbelief We would drown out every hindrance That keep your people From boldness and coming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We thank you Jesus We thank you Lord God we praise you For the mighty work that you've accomplished on the cross For your church today We give you thanks in Jesus name Amen Now Lord we thank you Because of this garment of righteousness So we can boldly stand before you Amen We can boldly come To receive your blessings To receive your grant To receive your cup And Lord we have confidence That this spotless robe will stay forever And that no age can change its cause of you The glory is of forever new Thank you Lord Aaapeach And that no such splendor is Good to receive your outbreaks And that no such 팀 teacher Sí GREEN isty And that no such saker And that no such thing Kыми We say Hello We pray That dope 主要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可能有很多的人 正在忧伤痛苦之中 你今天早晨在用你细微的爱赐下各样的安慰 来安慰那些需要被安慰的 来医治一切受伤受苦的人 也叫一切被掳的得释放 叫受压制的得自由 用划冠来代替灰尘 用喜乐油代替悲哀 用赞美衣来代替忧伤的力 主要我们也知道有许多的人 现在正在各样罪恶的捆绑之中 让我们不甘心任凭仇敌践踏 任凭这些污秽充满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也不愿意再被仇敌一直来控告良心的责备 主啊 早晨让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认罪 再用羔羊的血把我们衣裳洗得洁白 让我们能够穿上华美的衣服 带上归依和华为圣的见证 来活在你的面前 好 让我们疲态基督 度我们再世寄居的日子 人从我们身上看到的更多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谢谢你 祷告 感谢封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